我们上一课讲了这个R3加的基本电路的框架啊 我们现在来具体说一下我们这个R3加的神压电路的电路结构基本的检修和它的一神价 我们的DCDC转换电路 把12伏的电压转换为4伏的电压 我们的4伏电压一路是给我们的神压电路提供输入电压 它一路是到我们的芯片的预电压两端 作为这个刷律芯片的预电压 那我们这个输入电压啊 这个神压电路的输入电压啊是4伏过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芯片 生压芯片我们的电感我们的生压二节关 生压到14伏 我们可以亮一下啊 亮一下好亮一下等一下啊 我们的输入电压啊 我们生压电路的输入电压是来自我们的DCDC转换的师傅 师傅是这边啊 师傅是这里 这个是师傅的阵 我们 swearly Dit是我们14伏的生压电通 它的输入电压来自这个DCDC转换的师傅电压 那经过我们的生压电路 升到14伏啊 六伏就是我们的最后两个日 只有2个月的AIR-DO 2个AIR-DO的输入电压 我们可以念一下 你看到 正好在这 正好在这 最后2个AIR-DO的输入电压 在整个生亚电路里面 它有几个一省的地方 因为这里在矿机的进方壳 在进方壳 所以它这个零件很容易俯视的 特别是R967电阻 在这里 这个电阻是我们的这个生亚电路的 输入电压的一个采样电阻 它主要是稳定输入电压的 这里是它是它的 最意腐蚀的一个地方 它腐蚀的话 就会引起我们的生亚电路输入的电压 有可能偏低 有可能偏高 才有可能 你这个生亚芯片不工作 没有生亚 那你没有生亚或者偏低的情况下 它对这个RDO的这个电源芯片 影响小一点 但是如果输出电压偏高 偏高的电压 就会烧毁我们的RDO 也可能把这个预波电容击出来 我们可以量一下 我们的输出端是通过这个电阻 通过我们的这个采样电阻 反馈到生亚芯片的 你这里可以看到 它这里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电阻是我们的一个采样电阻 如果这里出问题的话 它采样的电压不准确 就有可能使输出电压升高 所以这个电容 这个6个电容 它两个加的那个电压太高的话 那个时候会击穿的 这个电容会击穿 我们在实际维系的时候 也不少 这种情况也不少 然后我们的生亚耳机管 也是个一神键 因为我们的生亚芯片 我们的这个采样电阻 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用腐蚀引起的 腐蚀引起的故障占大部分 在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呢 没完 你不是说这个吗 嗯 这个坏了 是是是是 如果腐蚀了你就坏 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腐蚀了吗 这个腐蚀是我没有换吗 那那那如果这个修好了 这个第二步不是要开那个 整个二G管它 好的还是坏的 还不是要测一个正负机的 那为什么 我们这个生亚电路啊 除了这里啊 除了这个腐蚀 这个腐蚀 占一部分吧 占一绝大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生亚二G管 嗯 这是我们的生亚芯片 出了问题啊 引起了一些一部分故障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这个二G管的真相电阻啊 能打到二G管的 我们可以测测一下好板啊 作为一个基准字吗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是师傅的输出端 我们是师傅的这个输出端 我们也可以通过测量这个电容两端的 用二G管档测也可以测一下我们两端的一个载路主抗板 作为我们一个判断这个电路有没有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的一个参考值 嗯 现在测的是1.1.3 嗯 所以说这个电路 那种审判的一神价就是二G管 深压芯片 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容 嗯 还有这个采样电柱这里 嗯 采样电柱这里主要是富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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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